50階段 好 我們完了一段時間的 劍靈2之後 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首先呢他是有三種種族 那這三種種族的話可以在官方網站可以看得到 但是這個種族目前來講就像他官網講的 就只有講他的種族的由來而已 跟外表的特色 但是他沒有講到哪一個種族 適合什麼職業什麼武器之類的沒有 然後我實際上玩了之後才發現 他每個種族可以拿的裝備都是全部都可以拿 那他這個遊戲有點類似2M 就是你拿什麼裝備就可以去學他對應的技能 就有點類似以武器來分辨職業這樣子 那這個遊戲的話你如果原本是有玩過劍靈PC版的 你可能會失望因為我現在玩下來的話 就是很經典的NC4的MMORPG手遊 只不過他有做一些新的更動啊 就是新的系統比如說不是變身而是實裝 或者就是負債武器的劍靈系統 這個就是平常MMORPG沒有的 並且他還有一些特殊動作 比如說我現在可以去往後跳然後射三法劍 左上方的話他也不是就只有生命值跟MP而已 他還有體力條 啊我剛剛做的這個往後撤退 這個就需要吃這個體力條 右半邊的部分的話除了往後撤退以外 他還有那個翻滾啊 嗯翻滾瞬移這樣子 讓你躲招用的那一樣是會扣那個體力條 OK那如果你今天是沒有打怪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學比如說水上飄啊 或者是走路衝刺啊 對這個他這邊都有滑形之類的 他這邊設計就是 比他其他的MMORPG來講的話就是多了一些動作 但我現在玩下來的話 我覺得啦除了PVP以外 其他的部分應該就是下拉AUTO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我還可以滑 這樣子 就多了這些動作的這些元素啦 打架的部分的話就是會比較多元 但其他地方的話基本上就是 NC他其他遊戲有的一些MMORPG的要點 比如說那個魔力彈 但這個魔力彈的話他一樣也是可以來進行強化的 OK這個就是你如果玩天2M的玩家應該是蠻熟悉的 然後收藏系統這個應該也是非常熟悉 並且交易所啊製作啊技能啊 一樣是有分藍 紫 紅 技 變身跟劍領的話也一樣有 那這個遊戲剛剛我們有去看了一下 他的物價啊 他其實紙裝非常的便宜啊 不到1000鑽欸 這個遊戲我記得在韓版應該已經開了兩年了 這個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他的物價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玩台版的話 我不知道台版他會不會出這個 右上角這個雙金碳號的任務 如果有的話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主線解到一定的程度 有出現這個雙金碳號的任務的話 就先解雙金碳號的任務 一開始開服因為主線任務應該比較多人去拚啊 那雙金碳號任務的話 他升級速度跟給的東西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通行證的一個部分 像現在看起來他是總共有六個 總共有六個 那這邊這六個很噁心的地方是 他六個全部都有販售 退印的台幣的通行證 比如說你解任務你拿到這些點數你想要換的話 這些上鎖的你就是要花台幣來解 這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裝成的部分一樣也是弄好弄滿 那他是有實裝的 除了弄左邊這個是劍靈 右邊這個是娃娃以外 你還要去弄實裝 那劍靈的部分的話 他就是可以附三個 一次可以用三個 你也可以升星 多餘的也可以往上合 這個就跟之前的類似的遊戲是一樣的 總結來講的話 這個遊戲你就把它想成就是NC的新的MMORPG 你不能夠把它想成喔 劍靈 那就是動作遊戲 我可以來爽玩街招 當然你可能想要玩到那種接技啊或幹嘛的 你可能就是要PVP的 那你PVP的話 你今天機體又是一個問題 就只能把它當做MMORPG啦 你要玩街技的話 這一款可能門檻會比較高一點點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心得啦 台幅出來的時候 我應該也是會玩 因為我現在是用模擬器啦 模擬器的畫面有點悲劇 所以說如果正式台幅出來的話 用那個Purple玩的話 應該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並且這個遊戲是MMORPG嘛 那MMORPG就是會有甜蜜奇 一開始剛開伏大家一起玩的那種感覺 會比較好 如果你對於MMORPG有興趣的 記得去預約登 喔啊我升等了 講到這個 這個蠻快啦 我大概玩兩個小時 就練到25 那25的話 就直接給你保底的藍劍領 我現在就是有一個保底的藍劍領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心得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心得消息 問你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按個讚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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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便 我們就想看 我們在這部影片下方便會 看住 我們在這部影片下方便會 看一下 這裡面 我們在這部影片下方便會